最近的记者从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 目前包括机箱河 光华门 山西路等全是60家挪猫市场 正在紧张的设备安装中 预计到今年的8月底9月初 市民在这些菜场里购买蔬菜和猪肉 就能够拿到一张带有可追溯码的小票了 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 就可以凭借这张小票进行源头追溯 来看今天的新闻发布厅 我们也从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 目前整个系统还在调试之中 预计在8月底之前完工 这时包括我现在所在的金箱河菜场在内的 南京市多区的60家菜场 将安装一种新的电子厂 在书菜的摊位上也可以打印带有追溯码的小票 2010年南京市就开始推广猪肉壳追溯系统 当时有35家菜场 屠宰场 肉类批发市场等 安装了相关信息传输设备 这其中就包括部分菜场使用的 能打印追溯小票 电子秤 运行近两年时间 记者探访市场发现 主动索要小票的消费者比例极少 可追溯的电子秤基本上在当普通的秤使用 金箱河菜场是肉类可追溯系统最早的一个试点 记者在这里询问多家肉类摊贩的老板 均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不少买菜的市民也表示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可以打印小票这回事 一方面是肉类追溯欲冷 一方面又在大力推广蔬菜溯源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金箱和菜场负责人表示 这项新举措老百姓熟悉还有一个过程 目前他们也在大力宣传 这位负责人表示 目前相关部门已经将溯源设备安装到位 届时所有的硬件和软件都将进行升级 比如原来的有线电子秤将会升级成无线的 也就是摊位上的秤利用无线网络和菜场办公室的电脑 相互连接传输农产品信息 设备一旦投入使用 即使只是买一颗白菜 市民也能获得这颗白菜 从种植地的农户到销售商贩的名字等等全部的流通信息 从而形成来源可追溯责任可追究的质量安全追溯链条